Hello 又見到Amanda,又是Amanda的帥哥宇宙 Amanda今天是一個很帥的嘉賓 這是我的好朋友 Patrick,之前的時間如何認識他 大家看到整桌都是LEGO,事源我和他讀了一個LEGO的課程 當中我們是拿了一張牌跟他們玩LEGO 玩LEGO還要拿牌? 所以加上Patrick的背景很特別 本身他自己也是心理學的碩士 亦和你同行吧,也是在做一些銀行工作等等 這些只是打閘而已 你的打閘也很大 很大,最重要的是他也是爸爸 所以說一下教育,再加上遊戲,以及講一下LEGO 近陣子剛剛又發現了一段新聞,世界上中中的劍橋大學請第一個玩LEGO的教授 即是這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玩LEGO都可以找到吃 因為差幾萬港幣,好像年輕 為何那個題目提供叫做小LEGO大教育 我看上去很少一件事,但背後很大件事 是的,那我做完intro了,當然交給你了 好,教育Patrick,介紹介紹 見到這麼多LEGO在這裡 其實有一點點事我也知道 之前你們也有玩LEGO,玩到是不買LEGO的 背景,來,自己 自己背景,來,來,來 好,簡單 很簡單 爸爸,一個普通的香港爸爸 慶幸一畢業,都是做投資,投資銀行 然後就慢慢做,由最小開始做到有個交易位 最後去Prival Bank PB,PB就做 不是,我沒有那麼聰明,傻瓜 這樣說 之後就做Trader,珠賊外匯 幫公司炒,幫客人炒 某然上年左右覺得 LEGO,小朋友 全部都可以放在一起 但LEGO還是小朋友 小朋友比較重要 小朋友比較重要 LEGO有一種吸引 小時候玩過 小時候玩過 跟你做Trading,那些無緣無故 很有趣,你會發覺不知道為什麼 在Trading 4裡面 你拿一盒LEGO回來 大家就拿著來做 其實就不知道為什麼 你拿了一盒Trading 4 去了PB的Trading 4 你拿了一盒LEGO 去了PB的Trading 4 然後整班Trader在玩你 就會放下你手上的Trading 真的嗎 可能你先做單位做 我先試試 我拿到同事先試試 其實是好玩的 例如LEGO 上次我沒有Pedrick這麼誇張 之前玩那麼多 那時候上課 我經常說是玩了人生當中 最長時間的LEGO 但都是會 一上課 阿sir在說話 我們不停的手 就停不了 你講的LEGO 就不是我們小時候在玩的LEGO 好像複雜很多 有不同的 我們要慢慢來介紹 因為我記得最標準的就是這個 其實沒有變的 是多了一點 只不過它的設計上 是幫別人溝通 幫別人解決問題 這個真的要慢慢介紹 這個真的要慢慢介紹 這個問題 兩位是專家 我就是玩積木的專家 他真的拿積木來教書 兩個很不同的玩法 是兩件事 至少我沒有拿一個LEGO 回去Trading for 遊戲規則 你們磚頭在手上 在桌上 隨時用來砌 任你砌 不夠再拿 仔細也是玩 砌飯出來 砌什麼都可以 任你砌 任你砌 什麼顏色 如何配搭 可以碰碰 可以放在這裡 這些磚在這裡 不是裝飾品 這些隨時你覺得手痕 都可以拿出來 這就成功 這就成功了 我小時候 因為我年紀比較老邁 我小時候玩LEGO 差不多是這個標準動作 六個階磚 八個階磚 八個階磚 然後這樣砌 砌牆 多數是砌房子 小時候都砌房子 很開心 沒有那麼多變化 這家的變化很厲害 當然 Batman也有 什麼都有 不符合也有 不然就不用劍橋請人教書 其實這樣說 事實上真的要玩 應該是玩些最簡單的 我想那些是拿來賣市場 那些應該很賣 而且賣貴很多 那些 幾件事 最後講講講 很忙 一開始就是 大部分普羅大眾 大家一起買LEGO 一盒 什麼類型都好 Batman也好 City也好 現在最流行就是剛剛出Batman 所以快要有一套電影 很多人玩 然後買一盒 放回家 慢慢砌 如果我們這些 通常會買多一盒 因為你買一條橋 那盒LEGO 通常都可以砌半條橋 或者很漂亮的橋 你就會買兩盒 馬克勁堅明 然後你就會 總之會買多一盒 我自己的經驗 就買一買一買 然後有時間就砌 砌完板再買一邊 不知道為什麼放在這裏 過了一年半年 然後就升值 升值 升值 為什麼會升值 很多建築物 你買建築物 那些限量版 有些漂亮的車 它會是絕版的 那我自己 限量版 那些是限量版 就不是這些普通 就應該不會升值 LIFE CYCLE 四年左右 四年左右就會換新產品 那你四年後就好 它的樣子開始可以炒 是的 我們有 不記得哪個雜誌 是說 LEGO是其中一個最好的投資 after黃金 好 計算是升值 對 不過問題就是 保存時間 你放到多少盒 當然有限 已經開始買很多 放一放一放一放 怎麼辦 租不租迷你倉 很成常 沒有辦法 不解決 然後租不租迷你倉 那時候我們說 好像我應該要多些節制 要節制 開始就變成了 我以為做投資者 第一個時間想 我怎樣炒賣 有想過 我們玩LEGO 是不顧取的 不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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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很多人做 不過我個人就不顧取 我覺得 有人放在這裡 繼續放在這裡 這個就是 你的價值就是 在LEGO本身 對 很自然 那問題是 如何又會聯想到 或者扔到 你們考試 考牌 這麼複雜 這個很高難度 肯定不是炒賣LEGO的牌 那真的不關事 炒賣LEGO不用牌 沒錯 這些你們倆比較熟 我不知道 我繼續砌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 我明天就回去做一個LEGO期貨 又想過 各位觀眾 不要亂說 可惜LEGO股票是私人公司 要不然應該幾點才會買 他不會公司 當然要問到錢 這是非常好的 這是瑞典公司 Den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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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歐 那些傢伙是不喜歡錢的 很厲害 但他們喜歡研究 喜歡玩 是嗎 玩得來背去有理論 對 又觸碰一些是理論 又是考牌 很複雜 對 即是我們那個 叫LEGO Serious Play 會否奪取了我們的童年樂趣 會否奪取了我們的童年樂趣 又不會的 不是你先說 你先說 看見一下我 其他品牌 Education Serious Play 就是我們那個品牌 對 那個品牌 Serious Play 就是讓你認真地玩 對 認真地玩 主要就是讓一些 在職人士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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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玩不起 對 因為你要想我們 Thinking Communication Problem Solving 小朋友有問題 沒有糖果吃 對 對 但是也說回來 這樣說 你要想想 變成一個 其中一個 叫做可以賺到少許錢 因為那套東西 有少許不同 你都是大人才付錢 但是小孩子 其實慢慢發現 都可以處理到 只不過人家最初是用來貨 可能是公司 或者大一點點的人 OK 重點就是 LEGO 在你組裝的過程中 會幫你表達很多東西 對 對 例如當你組裝 現在還未看到 我看到D字 你會問很多問題 我找到 為什麼你會選擇這個顏色 為什麼你會選擇這個 放在這個上面 例如我可以這樣組裝 為什麼我要這樣排一排 你會有很多東西看到 很多原因 而LEGO 就發覺透過這件事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組裝 你會幫助你去溝通 因為一個小小的東西 你會看到 立體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的訓練就是 文字會比較容易 例如我們 公開PowerPoint 我給一張 自小跟你講 文字溝通 對 本身是形象溝通 我們的腦袋 有圖像 或其他人溝通 圖像比較好 有些圖 有些短片 明天就多放一些短片 但如果真真正還是立體 這個是立體 並且 我們的訓練就是 我們幫助不同人組裝LEGO 你組裝 你會表達一個概念 我們會選擇一個概念 例如公司 brainstorming 一個活動 我們是 某某一家公司 拆出新的產品 我們就透過組裝 這件事 透過我們問的問題 我們的訓練 特別的地方 我們要問什麼問題 問一些東西 你會發覺組裝 你組裝的時候 你便是屬於自己獨特的事 而這件獨特的事 在一個開會的環境裡 有些時候 我們有些內臉的同事 就好像不說話 即是 老闆你都說了 我們都聽你講 正常 一定有的 喜歡多說話 但因為每一個人 你發覺都會有一個結構 我們就可以看到 為何你講這件事 以及你想表達的點是甚麼 所以對每一個 對不同的公司 有些事 在潛意識裏面 你做了 那些才是最好看的 在一個公司裏面 有些原因 你每一個動作都有原因 嘩,很害怕 被人觀察 不害怕 我想這樣講 其實這個設計 背後有很多科學的背景 即是說你手腦協調的部分 這方面我比較明白 因為有圖像顯示 圖像溝通 正常的 這方面我明白 心理分析 心理輔導 都是用這方面的 但那個圖像 我見到最多的心理分析 就是 別人指你畫 像甚麼鬼 或是被劈墨水 在聯想 即是自由合作的問題 即是有些潛意識的東西 投射一張家科 其實用那個引子 讓你把腦袋倒出來 但LEGO這方面 又跟那些心理工具 專家,心理學生 有甚麼關係 專家 不要千萬不要 學習裝 我覺得很遲 很多遲 其中一個 你會發現 為何LEGO請教授 我剛剛講到 就是他主要請教授 是做研究的 他想證明 玩是有這個價值的 他想證明 玩是對於 孩子的教授 是有幫助的 一向都有的 但你看到那些家長 是玩一個小時 科學都不可以 那些家長 那些家長 我想要醫治家長 不是小朋友 是 但因為現在欠了一些證明 遊戲 就是LEGO 有的 對於他們來說 我想可能再做得 比較穩定 變成了某些家長 就會 原來是玩是學習的 可能他們會更順 他想將加深的研究 就是將這件事出來 這個是LEGO的 就是看整個網站 他請的東西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其實 不如美國時間 因為今天就是截止 截止 這樣解 20號 對 對 所以整件事 就是幫助 整班人的溝通 我現在將這件事 就將它帶到家庭 那裏 那裏 我做了一些家庭的workshop 所以我見過一些什麼 例如一家四個人 或者三、四個人 一起坐下 就開始組織 我會先開始做Warm up 因為如果一開始 大家很久沒有碰過LEGO 放下 你不舒服 你不會馬上玩 你會 就一會 但是之後Warm up了一陣子 我們就開始整個家庭在一起組織 我會問一些不同的問題 例如我會問 你可不可以組織一下 你的家庭是怎樣 或者你 我會問問題 我會問問題 就是try to 讓家庭一起玩 例如組織家庭 我有一次 找了小朋友和家長 組織家人 小朋友組織媽媽 拿兩隻眼 一個身體 很簡單的組織 可以遲些給你們看 一個人 就這樣用磚 有兩隻眼睛 一個人 接著 兩隻手凸出來 接著 拿著一個圓圈 我就問 為什麼媽媽手上有圓圈 沒有圓圈 因為媽媽很喜歡喝家爹 然後那個就是Starbucks 女? 咦? 這麼大 是不是綠色 對 爹地為什麼拿著一個長條的東西 因為爹地常常很喜歡幫人 所以爹地就像這個是幫人 還有我不明白他那個是什麼 不過爹地就明白 總之有件衣服 然後繼續組織 我覺得有一個寶貴的位置出現 就是我會問你可不可以組織一份禮物送給爹地買 然後他就組織 然後拿一些圓形 這樣 接著就組織 放一些東西在上面 這樣 類似這樣一塊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對我來說 最重要也不是你像不像 最重要是小朋友想說什麼 小朋友說 這個是一份禮物 給爹地媽媽的 這個是我很乖 我很乖 他說什麼事 心裡不會這樣說出來 我心裡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呢 然後他就說 其實因為爹地媽媽經常覺得我不乖 我很想自己很乖 而那個位置就剛剛是一個家庭 communication的位置 你看到一個父母的眼中 嘩 他就會明白 原來那個位置就是我們卡在這裡 當然我們再說 再了解一下家庭的說話 這些是很寶貴的 另外一次就是親父親 爸爸很忙 也是家庭主題 對 我覺得現在很強勁 就是給小朋友和家長溝通 很多時候我們說不出來 你不可以聞到你疼不疼你 你可以猜到 但是你想 但是Legos 玩 而一個小朋友都很喜歡玩的 instrument 是幫你表達到 那次就是 一個很忙的爸爸 然後他砌 砌完之後 他說出那件事 就是我覺得我很感謝爸爸 因為爸爸是很忙的 而且他經常都幫助我們的家庭 然後父親的眼睛 你看到他的眼睛是有有東西的 有有有有 你覺得值得 當然我們做一些實力 我們繼續幫助他 怎樣去砌一些 我會砌一個互相欣賞的主題 他們互相欣賞一些對方有的事 等等的事 那你就可以從這件事 整個家庭的溝通 就可以出來了 即是可能 如果你的小朋友 是他自己喜歡躲起來打機 但是如果他都喜歡Legos 有適當的溝通 之後出來 他們就可以有一個溝通 Legos很容易玩 Legos很容易玩 不用說技術的 其實Legos也好 有一些人是會有進步的 因為例如你畫畫 有些人會畫畫 有些人會說我畫畫不厲害 那他就會很擔心 然後就畫火柴人 又不太能表達到 Legos 之前我也試過 有些人可能很少碰Legos 初初他只是砌了一塊磚 但是有很多選擇 或者鼓勵他去試 其實他的創意就會來 而且就像剛才你說的小朋友 他慢慢就要想細緻 他就會懂得找不同的東西 去說到背後的意思是什麼 變成整件事 其實就令他再深入自己 很多時候表面說不到 他沒有說得太深入 但如果有一個程序 還有實在的東西 有實在的東西可以拿出來 有一個媒體 方便他講出來 以及為何要學 其實學者是學問問題 有些什麼 為什麼呢 剛才你說的 是問問題 我不會幫他玩的 那不用 Legos這個教授 但其實是怎樣介紹他 這個是最大部分 剛才你說的感動位 家庭感動位 是有些不同 因為商界部分 很小心 有另外一樣 可能他有些事情不想說 但家庭就是 你反而要他好 很多港島裡面的關係 還有有時候小孩子 我想小孩子反而是 尤其是小孩子 不懂用很具體的言語 去解釋 會不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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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家長 作為家長 我們不懂得問 特別是中國人 尷尬的 你愛不愛我 你不會這樣 甚至你可能會找來 抱抱小朋友 看他抱不抱你 這可能我們是其中一個 看到的 但也去到這麼長時間 因為很多年 當你和小朋友 有不同層面的接觸 你會發現 有些位置會面對 所以 所以表達就會難了 我覺得在那時候 不一定所有家庭都是這樣 但是 我覺得 總之有一個公平的平台 大家一起砌磚 甚至可能小朋友 砌得更開心 而且比家長更漂亮 那個信心就出來了 他說的信心出來了 因為這些東西肯定 父母應該沒有那麼厲害 有些東西比父母更厲害 正常說 還有很有趣 我們懷疑的時候 你會看到不知為何 有些小朋友 其實不單止小朋友 家長和小朋友 他們會砌不同顏色 有些時候你會很色彩 但有些他想表達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他就會拿去灰色 他會拿灰色和黑色 他會自己拿出來 你不知為何 現在這個色彩 這個也很色彩 大家很開心 也不是100%是這樣的 我們也要問問問題 而且也要看看 我們有些什麼症 可能是那一盒的限制 但他們都用創意去處理 我們工作室會有很多 有很多盒這些 有很多盒 周圍都是這樣 然後你不知為何會看到灰色 特地選擇灰色的 對 就會出來 形容一下你上班 就會出來 他會適用不同的方法 可能再細緻去解釋 有時可能他沒有意識 但當問到的時候 他又會馬上有另一個解釋 就是原來他做了一些事情 去表達和他個人的原先想法 相配合 因為有時可能有些事情 我們硬硬地問 是不是這樣 他很下意識 就會告訴你 不是,因為不是他的事 而那個反應是真實的 你會看著這件事 你就會去解釋你為何要這樣做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程式 好玩 最重要是好玩 理論是容易的 是 應用不是那麼容易的 應用是甚麼意思 即是說你真的要有一個工作室 在那裡玩 哄他講話 所以不是要上課 什麼東西的特徵 是令到你去某個方向問問題 所以要上課 當然 上課 還有經驗 做多一點 真的要經驗 還有經驗 就像你心裡學了個案 每一班人都會有些不同 或者可能每一個細節 他教了一個大廊也好 但你真的要做的時候 裏面有些事情是要處理的 所以要不斷練習 但是家庭那些 可能還有很多隱藏背後的關係 或者一些問題 會再深入一些 所以你是經驗 其實你如果做開教育 做開接觸家庭 你就會有那個經驗 你就知道 我沒有想過用這個工具 真的 有的 墨水 自由文獎 那些事情 你剛才說 因為其中一個很重要 剛才說過 他是要你手露協調 你要你觸碰 還有你顏色色 首先甚麼都不說 開心 你可能對著紙 有些人說 我畫得不好看 有很多擔心 你Nego衰極 你也是一件事 而且我想Lego幾好 這麼多年裡 有一個幾基本的概念 就是好玩 色彩 簡單 簡單 整件事就變成 他們過來 他們有少許可能會 如果是一些 再少點Lego 但那些小朋友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就來 這樣 變成我們減低了 要花時間 令到他投入的情況 而且最好是 他沒有特別的計劃 他的抗拒 比較少 他不是計劃不到 他都不知道 你玩哪些東西 是最好的 Lego是開放的 你怎樣砌都可以 你砌甚麼都可以 你想像到就可以 所以我想家庭 會再多一件事 是平時可能 大人的部分裡面 因為小朋友是很直接 很有趣的部分 變成可能還提到 更深層次的東西 我想畫有 這個要請教你才知道 畫那些會有 但Lego 再多些古靈正位 還有他們會看到 我不肯定 會不會看到小朋友的性格 例如可能會嘗試挑戰一下 明明可能給三分鐘時間 怎樣都一定要玩久一點 會不會再多看一些 他很有趣的東西 坦白說 畫 我自己沒有試過 但我去一些教育中心 我會說這件事 他會找我去做Lego 為什麼呢 他會說 因為畫經常聯想有女生活動 對小朋友來說 我們有很多畫畫的活動 給小朋友 但是我想多些給男生 嗯嗯嗯 怎麼有性不分呢 這樣也可以 他們 對 有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男孩子的腦 立體思維 走前一點 可能是 可能我是男孩子 語言方面 相對是走前一點 比例上有 如果大學讀的 沒錯 以前是絕對對的 以前男生是強很多的 近十年 開始女生追訓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麼有趣 對 很有趣 對 當然你看看哪裡去研究 不過也是一個 挺有趣的訓練 但我想問 講話追到尾 我發現基本上 現在講話都是女生 我是完全所謂 吃螺絲 因為你說那個 可能生為空間 或者是對方向的 很多時候男生比較厲害 就真的 我想可能因為工作需要 女生要不斷努力 去進步 很多時候這家女生 是自學能力很高的 經常都很多 那班很多時候 都是女士比較多 會不會這樣的原因 亦都令到她 可能進化了 我不肯定 我自己個人的實習法 很多theory 但我沒記住就對了 但我看法是 男生玩的遊戲 玩玩玩的玩具 玩的遊戲機 是你會訓練這個 你是會訓練這個 你會訓練這個 不想要逃脫的 小時候會去那些 又是搖控車 你會發現 你會看到 升升上去 空間感就這樣 以前的男生 就會多一些責任感 就說我要帶領方向 為什麼是以前的男生 這個男生很責任感 真慘 對,那一件研究是近十年女生上來 專人的顏色,當時變了灰一點 但是整件事就是這樣 現在,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女生做的活動,女生會做很多男生以前做的活動 差不多二十年前開始鼓吹你不要再婚的性別 對,連爸爸那些公仔都開始有些可以砌東西 或者是給一些職業,他們是平時男生的職業的公仔 都可以給女生玩,有的 但是男生的公仔沒有變了,女生的東西沒有給男生玩 有的,我見到是有的,我見到是有的 美國那邊比較開明一點的 但他是不是選選了性別,已經打算轉 又不是的,這個真是少了 這個要問回女生先生 有些事情好像過癮的,問了心理醫生就知道 心理醫生,你竟然變成心理醫生 有很多很聰明的女性衣服設計師 內衣的也是男的,都是男的 不一定是性別定型的 但普遍人家會覺得他可能偏向了男的 講法好像Patrick說,會不會是因為我們小時候受... 遊戲訓練的時候,基本上已經被人引導了去某個方向 例如說,見到是兒子,當然是給你一輛車玩 見到女生,給你一輛紙,你寫畫畫 講這些東西 因為以前有一個性別定型 所以強化了這件事 而不是自然,應該一定是這樣 我相信是這樣 而女生講話比男生多 即是你在學校,你講話多一點 相信語言能力 那些兒子就踢他跑 那女兒又漂亮,女兒又哄他講話 可能練習多一點,腦子練習多一點 其實是,會有關係 我相信是這樣 我只是有一點平反,就是我是女生 但我不知從小時候喜歡玩這些 我的三圍空間都不錯 沒空間 除了玩遊戲之外 有一點,可能性格或某些部分是會特別的 只不過是,可能小時候就沒有特別被人鉗制不玩 一些粗魯的東西 所以可能這樣又會發展了這件事 所以我想,程度上真的 剛才講話,即是外國給一些女生玩的遊戲 如果可以寬闊一點 還有鼓勵她做多一點的話 相對地,那些適女孩子的小朋友 她就可以選擇寬闊一點 就不會鉗制到以前 只能夠做美 或者是一些好像,不可以太辛苦 或者是男生做的事情 應該說現在的社會已經多元化了 開放了 不是這麼正常看 亦都是合理的 所以我想那個感覺的問題 事實是兩回事 現在好像女生所謂 你很有理想 我希望我會看回 以前的差異比較明顯 但現在差異沒有那麼明顯 我覺得很像 解禁了 但未必一定是這樣的 可能是多元化的程度大 對,可能是看闊了 感覺不是 我想要求也不同了 現在很多位置女士都可以做 以前是覺得 你想想 甲組的牛園都可以 男性在球園裡面做 以前是覺得 可能打壓 甚至乎覺得怎麼搞的 我想 因為平等了 或者大家對男女的部分 沒有那麼大歧視 相對地令我們闊了 這個 Fu 要問她 那就變成了 玩LEGO肯定沒有性命之分 男女可以玩 這就最好了 但我相信 LEGO部分 我們經常都遇到這種情況 要有手機支援 因為這種東西 會比較厲害 因為很多時候 會玩LEGO 還有我剛才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一群 每個人都組裝得很初階 就像我那樣 組裝形象化的東西 那些東西可以組裝得會轉 因為他很有技術的問題 剛才說過 小時候你玩LEGO 會不會是因為你太熟 開始就要找一些古靈精怪的Pops 因為你想想 你會看到 其實可以看到 例如Alex這個 很傳統的 玩LEGO的玩法 就是玩建築 玩齊磚 四四方方 你看到我 我會專門找一些圓邊 這些古靈精怪的玩法 總之整件事 不怪就不做 其實某程度上 已經看到一些東西 只不過是再詳細解釋 當然是 給你解釋 另外可以讓大家知道 其實LEGO 在你沒什麼意識的情況之下 都偏向了某些東西 對不對 不如我們砌一下鴨仔 鴨仔 對 因為有挺好玩的 那個是在哪 鴨仔 可以 可以 有一個專家 試一下 對比他來說 你真的玩了不太久 但你玩這個LEGO 真的好玩 因為今天我不知道 我預備了不同顏色的鴨仔 就是少許不同顏色 沒有人 其實考我都不懂 對 對 這個大測試 對 好玩 鴨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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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就是鴨仔 這隻鴨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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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手上的磚是足以製造鴨仔 鴨仔 鴨仔還是鴨仔 大概我給你砌鴨仔 因為我不想一模一樣樣 這隻鴨仔 就是鴨仔 即是動物 我想有兩分鐘的時間 將你們盡量砌多鴨仔 多鴨仔 這隻鴨仔是明明的一隻 然後再拆掉 再拆掉 對 我已經暈倒了 這隻鴨仔 對 這隻鴨仔 沒所謂 那是否等你喊 好 我先放開一點點 我這個會遮住 我先放下 節目關系 那兩分鐘我就 輕輕計時 好 準備 開始 鴨仔 我已經完全想到鴨仔 沒所謂 鴨仔 沒所謂 總之鴨仔 鴨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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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可以就行了 鴨仔 一隻 很厲害 要用所有磚 你再說完這句 不好意思 我沒有說 對 沒有問題 用所有磚 很有趣 就是無端端在做節目的時候 兩個主持人在不停的 自己不出聲 在玩磚 很難 你怎麼想把鴨仔 出來 你說可以 他會收貨 下一隻 煙鴨仔 繼續 那我會重學 鴨仔 你看看 你砌到多少不同的鴨仔 那隻不同鴨仔 要不同鴨仔 不是 砌到 full support 麻煩 很努力 沒有所謂 反而是你覺得 你想怎樣做 飛行鴨仔 沒所謂 2比1 2比1 對 沒問題 大概1分鐘 很快 我們都好一點 因為這個是少一點的部分 是好一點 這個是半潛水的鴨仔 兩隻眼分開的 2對2 大小眼的 沒所謂 這是一隻前水鴨仔 好 3比2 前水鴨仔 抽了一個 概念 一個開心 但有點肥 汗 哎呀 喂呀 拆樓 for support 哎呀 好 這個頭很低的鴨仔 哈哈 Wohnung 這隻是不是有蠅蠅蠅的 如果摺了,我就不能離開 因為拼過了,不算 拼過盡量不要 跟剛才老師,你看看 有一點點不同 有一點點不同 我覺得牠是長尾的鴨仔 低肥鴨仔 沒有所謂 我這個是極度切好了 最後20秒,好嗎? 好,盡量 這隻是單腳企的鴨仔 這個是湖水上面的鴨仔 不給我,打和 打和 男女平等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們倆不停地喪整 聽了什麼呢? 其實整件事,我們玩這個遊戲 通常會一直砌鴨仔 而且我們之前會給你一張紙筆 會告訴你有什麼磚 然後我們一般會叫 你先用你的腦筆去計畫 先畫出來 你會畫這樣 兩隻眼放在這裡 然後這個扁磚放在這裡 長磚放在這裡 然後你把牙齒齊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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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發覺原來不用紙筆的會多很多 噢 即是不用紙筆的 就這樣磚放在這裡 對,磚放在這裡 見到LEGO就組裝 就會多很多組合 你有沒有覺得 當你組裝的時候 其實好像已經想到多些東西 只要你願意拆散它 然後你發覺可以組裝這個 原來這個可以放在上面 這個可以放在上面 這個我們在LEGO裡面 其中一個 LEGO的訓練裡面介紹 就叫做Think With Your Hands 用你的手去想法 即是用你的手去告訴你如何組裝 原來這樣其實幫助我們組裝很多東西 而且我覺得剛才小公子我看到 在開始你就拆散了它去組裝 然後你發覺第一隻 第二隻和第三隻很不同 之後呢 因為你保持了這個翼的形狀 沒有拆散 然後你就 趁前趁後 趁上趁右 其實當你拆散 即是當我們願意拆散 其實樣子是很不同的 即是 Amanda 我看到通常沒有擺一個嘴在前面 很像 而且眼睛很願意擺在不同的位置 我覺得只要 就是LEGO是其中一個 我們覺得LEGO很重要的就是 你一邊做的時候 一邊組裝的時候 你就在想 而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作文寫東西 我們都會拿筆出來 會說 Let's draw a mind map 或者一個圓圈 繼續一個圓圈一個圓圈 有什麼關係 我們有什麼幫助我們去brainstorm 而這一個呢 是另外一個幫助我們去brainstorm 很重要 因為有些人 他說想而已 其實他坐在那時候 那個思維跳到那邊 有時候 他會自己控制不到 但你如果有東西在那裡 其實你會一路 可以視覺上面 看得到 兼且你可以檢查自己的情況 是怎樣的 所以這個都幾幫得到 尤其是 譬如現在很多時候 有些人很難集中 小朋友 不知道跳來跳去那些 你起碼見到他的進度去哪裡 如果他坐在那裡 發呆地告訴你 我正在想的 那你都很難捉到他 所以這個都很好 而且其實都開始流行的 因為有時候我都跟一些 譬如一間的訓練員 聊天 他們會說 這間挺流行的 你有這個牌子嗎 都會有這個情況 所以我想是 不是一個很陌生的事情 只不過我想他聰明的很聰明 他可以進入不同類型的部分 除了大家一般玩 還有大家可以買到 Patman的套裝 或者建築物的套裝 原來就是訓練的部分 他們都會牽涉到 而且他們很認真的 做一些研究等等 我有一個學生 一班他坐不定 大部份上課 他只會到處走 寫幾個字便起床走 那次我們就說 不如我們寫一個 然後那一堂 我就拿了一把 我告訴你 Let's build a house 在家裡 然後他就研究了 他真的全程 我給他大概15分鐘 全程 坐在那裡 完了 因為我想他們說話 那一堂我想英文去表達 你就用英文去說話 因為他就可以說 你平時就會離開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他有屬於他 他就會說話 我只可以說 我不肯定這個會不會流行一輩 但是我相信這一段時間 無論是小朋友 無論是我們的大人 都會有一份吸引領 可能會遲些 可以取代他 但是我們可以用這件事的時候 我覺得圓形 不會怎樣變 因為我也看到 坊間類似Laggo的東西 大顆小顆 但那個形式也不會太變 而且剛才你提到很好的 就是小朋友對Laggo 他開始那一刻有一個ownership 他有感情 其實每一個研究 你會發現 例如我當我小公子 像這兩道橋 如果我很粗 打破它的話 他那一刻都會 是覺得 我做的東西 你為什麼要弄壞它 這個不是以為 搞破壞的 很有趣 這個有一點 我想是每一個人 當他建造一些東西的時間 有一點情緒 投射了下去 正常 這是你可能說 或者某些東西 你未必會這樣 當然我不肯定 但似乎你有一種實物在 例如做完之後 我讓學生拿走 他們真的覺得開心 還以為 等下我先做完 我再給兩顆 可以嗎 有成就這樣就正常 對 原來是很簡單 而且很便宜 但原來懂得運用 可以差很遠 Patrick也可以解釋 這是很正常的心理投射 總是希望有些成形的東西 有些成功 我反而想問 剛才你說過 小朋友很定定的 可以踩十五分鐘 教育那邊 我想問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小朋友讀書 很多時候都需要 可能背一些東西 或者寫一些東西 其實他們 這部分多 第一部分就是 專注力的問題 就是那個 attention time span 的問題 如果專注力不夠的話 你自然什麼都學不到 很簡單 但對書和字很悶 所以其實 除了書和字之外 其實專注力本身 independent of anything else 都是要訓練的 就是等於有些運動員 他本身很專心做某一件事 你那件事和文字是沒有關係的 但運動員 基本上他在做一些事情 可能跑後怎樣 他開心的 他真的體驗不到 我猜 這些時候可能很難專心 或者早期的時候 被迫讀很多書 那一刻是他不喜歡 或者他不知道有多喜歡 因為我看到鴨子我喜歡 但我不會看到 那份卷英文字很喜歡 那些人而已 除非他寫書法 寫一些很漂亮的字 那些人而已 如果不是看到一堆文字 其實可能 我不肯定 例如你爸爸 那些小班人 會不會是回到以前的形式 就是多一些手作的 多一些活動的東西 去令到他那種學習 多一些自己擁有的東西 專家先表達意見 不要緊 我想問一下 這是一個回到轉 我的角度不是回到轉 其實原本是自然狀態 遊戲是用來培訓小朋友的創意 和專注力 但是學校 只不過人類就特別蠢 破壞了自然規律 所以你看看 如果北欧的國家 這個生產國 他們的教育理論 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幼稚的人不讓你學文字 沒錯 沒有寫的 還要玩的 所以變成 他的所謂的創意 也好 他的專注力也好 也不一定是通過我們 所謂的文字培訓 來取得 反過來 就是為什麼會有人 對文字特別有反應 其實是一個隱身作用 本身已經有很強的專注力 而文字對他不是構成一種障礙的時候 他指的快樂就這樣來 但因為 這個教育制度的部分 我不肯定 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對文字沒有那麼敏感 以前有工業學院 或者是那類的 其實現在是 你想想 硬去讀大學回來 其實很多文字 文字是文字的 是靠近自己好一點 可能有些人敢發聲 讀大學 可能他出來自己開咖啡店 即是敢去做的 有些事情都會撞板 為什麼呢 肯定會 你偏向一面 很慢出事 你另教過 也不可能中三就出來 你落手做得差不多的時候 去到某個位置會卡在那裡 你不通過另一個媒介 所吸收的事情解決 還是解決不了 我想問 究竟是真的這件事不合理 還未合理 還是本身因為教育制度 是老師未能處理 因為我相信文字 你可以立即對或錯 看到 但譬如這些 我那個鎖匙和你的橋 答案很寬闊 會不會控制不到答案 我想視乎你的日評分標準 是為什麼 其實有些很簡單的事情 例如這個橋夠高 夠闊 夠大 你總會有一個良度的客觀標準 在那個標準底下 你怎樣創作 也沒有人理會 就像剛才Pedrick說的 你砌了鴨仔 好像你砌了鴨仔 鴨仔一定有個扁嘴 不一定 不可以 不可以斬眼 因為Pedrick你是爸爸 而且你的小朋友 現在還是即小 你還需要培養 所以我很有興趣 這是我的疑問 我總是覺得是回到背景 因為動物怎麼學習 就是玩的 對 直觀 太聰明了 太聰明了 只會對著紮書 因為我的朋友 是很不開心的 做本課 但這個是否就是 我們回到人類最基本原始的事情 我覺得活動教學和文字教 如果兩個不一樣的話 文字是會效率高一點的 就是如果我看這個字 這幅圖畫 加這一個文字 背在一起 是很快的 乘數表 我背了它 是很快的 當然如果我們會用這個去教 就是用這些玩具去教 那你可能有多少個 還有多少個都放在一起 都是 但你會發覺時間是怎樣 相對來說 我們的教育 如果我們需要 小朋友學得很快 文字是一個很快的傳送 但如果你想他自己學 有一個心拍的印象 沒錯 而不覺得被迫 不是填鴨色 那其實活動教學 是很有 很棒的 非常同意 那樣東西就是 你會用校隊和心拍的程度去換 你想想 如果當時中學 有很多東西背的 3CAN 擺 不知道是不是現在 還有這些 現在不照語文化 可能有很多東西都忘記了 但你小時候 可能你出了一個Field Trip 你拿過一些東西回來 你覺得這個石頭很特別 你拿回去 去坐 拿回去再研究 你會發覺你心裏很多 我作為一個爸爸 我希望就是 我希望他會學好的文字 希望他會入大學 希望他的願好 我現在都會 他有個書架放書 我們的梳法 不是對著電視的 我們 另一種啟發的方式 教育上叫做跨媒體 不是電視 不是那種跨媒體 跨媒體是甚麼意思呢 例如積木先算 有部份這些設計 積木是跟聲響效果配合 有 或是光的效果配合 所以說哪種磚發出甚麼聲音 跟著砌發出甚麼光出的時候 那些小朋友有很多東西砌出來 那叫做Multisensory 沒錯 所以變成啟發的效應是很強的 但很少人夠膽 或是喜歡讓小朋友玩這些東西 可能是否因為 沒有很成功 其實是有的 我不肯定 歐洲那邊幾百年前 注重甚麼加坊 現在我們學到皮毛 就碰到本末倒置 幾百年前歐洲那些小朋友 那些文化人 第一件事是學音樂 學音樂 不是生互聯合協調 不是生互聯合協調 很過癮的一件事 專注力就肯定 專心做好那個樂章 第二件事更神奇出現 大家沒有留意到 數理邏輯 音樂其實有很多數理關係 你的音調怎麼轉 轉多少拍 節奏 數目本身的關係 其實裏面有很多數理 很科學的東西存在 變成如果有研究音樂的明白 你的本拍一拍的關係就加了科 為什麼就是 音樂培訓本身 就是剛才所說的 是multisensory inspiration 如果他習慣了去玩音樂 習慣了去看樂譜 和聯想到 而且人的腦子很神奇 你看著五線鋪 你會有音響效果 就是multisensory 所以變成你刺激小朋友的創意 但平時有紀律的話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做得到 所以見到小朋友前來砌磚 但他們現在很小時候都要玩 但為什麼沒有了這個紀律 他們現在很小時候 就拉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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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我想Patrick真的可以了解這件事 因為人是一個心理智慧機制 小朋友也有 不喜歡就真的 不喜歡就不去感覺 變成麻木 去了 我去了 你踢他就動 你叫我走就走 你不理他的話就廢 他完全是剪掉了 他剪掉了一種感情 所以這是一個智慧機制 你逼小朋友一樣是這樣 我同意 我覺得其中一個解釋 可以就是 我們的小朋友沒有了那個主動性 我選擇我想做這件事 以前我小時候 我可以選擇學琴還是學士山琴 我怎樣都可以選擇一個音樂 我可以選擇 然後我可以選擇不學 我覺得這樣小時候一跳舞 我都不喜歡練習 我不學了 我有這樣的選擇 但現在是沒有了這件事 在架構上已經沒有選擇 因為入學的需要 已經是逼我來 而且不是通過有法要動機 要逼你去 免費時間 總之去做 有些教授 小朋友要塗折膠 他其實在那裡 老師我要塗折膠 在那裡 老師要塗折膠 你可以在那裡拿 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我們看到的東西 我們可以去拿 但老師說你會不乖 你不問 正確 這是很正常的反應 但其實就是沒有了自主 正確 你那些小朋友幾歲 我現在一歲半 剛才那些小朋友 你想想一下 那些是五歲十 其實五歲至十一歲都有 那些是二十多都是這樣 可能那個刷折膠 可能是一個你剛才說的因素 但整件事都不會 主動性是失落了 不知道為什麼 我想是真的被影 好像之前有些動物實驗 那些猴子想拿香蕉 被電 學會不夠膽 好像小朋友拆折膠 之前試過自己拿給媽媽 或者老師罵 他就會停在那裡 他不夠膽再去做 久而久之之 在廢了地等你給 這個我覺得 其實都有聽過 某些學生 譬如教一些小學 我覺得有點恐怖 例如 一定要坐定定 去廁所 要申請 他出來寫答案 他上完一堂之後 校長跟他說 下次不如給他們工作指 為什麼 他們不要走來走去 走出去黑板寫東西 然後校長還在外面 經常巡視 確保他們不要出聲 小學 很可惜 校長 他還在課外活動 這是課外活動 就是這樣 我覺得是扼殺了他的本能 基本上已經被一個 好像動物園圈養 而且還要困在籠裡的動物園 然後再放他出來 不要忘記 大家的小朋友會出來 讀完大學之後 正常 為什麼動物園 難見了 他仍然都是動物園的心態 我懷疑就是這個情況 所以如果小時候 可以有多些活動式的教學 無論是正關學校也好 或是日常生活 例如同一家人這樣玩 其實他們會不會心理上 會被學會 原來我有些自主 我有些選擇 還有我可以發展其他部分的東西 這個我現在跟一班朋友 都嘗試做的事情 即是一些教學工心 都是很初步 但在學習中 怎樣可以把這個學習興趣 放在小米裡 其中一樣 家長回應回家 寫作文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我看一些作文 大家可能寫出來 所以都是 我今天去了這裏 今天吃了漢堡包 吃了漢堡包 坐車 然後回家 沒有那些特別的東西 沒有幻想 我們嘗試想把這些東西送給他們 所以我們搞這班 例如我們會放一些玩具 有很多聰明 今次沒有拿出人仔出來 讓他們自己擺一些狀況出來 他可以表現出 即擺一個故事出來 是的 他可以組一個故事 我們會引導 而且我會給他們一堆生字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超級英雄 很多人都很喜歡 無論男生或女生 都很喜歡 原來都很喜歡 然後給他們所有字 即是形容他有型 形容他很勤力 形容他很捨身 很多不同的字 都放在這裏 然後就說一次 一開始他們都會少少聽 少少不聽 然後就放了一些狀況 然後就讓他們玩 我大概一個火頭 可能讓他們玩十分鐘 其實我只用靈感 當你這樣 把人和兩個人放出來 他想到一些東西 他就開始就會寫 我大概用45分鐘 讓他們寫了 寫了東西 還可以幫他們修改 後半部分 就讓他們去準備 發覺他們忘了黑板上去的東西 這裏就有自電 原來很多人都沒有用過自電 不如試一下吧 我們很多人都會提倡用自電 但不知為何沒有這個習慣 有電子自電 或者問媽媽 電子自電都沒有 有些朋友問媽媽 懂不懂 懂得問媽媽 是很自然的反應 我不知為何 原因不知 因為快 大了一些就可以用Google 小時候用自電 你就可以去找 我相信和我希望 他主動想找這個字 他會記得這個字 還有他會放在文道上 因為他知道上面的東西 是跟他想寫的東西有關係 而且那一刻在上面寫的東西 有些人我預備 有些人我跟他聊這件事的時候 他會說出來的字 我會把它寫出來 整件事 整個文是屬於他們的 想的過程是屬於他們的 還有他們的字 他都覺得是屬於他們的 這就是我們現在 在做這件事 我想請教了 其實會不會這樣說 都需要 或是一個老師 將一些現在必須要的東西 經過這樣的設計 然後令到小朋友 夠膽去做某些事情 或者是 找回原來可以 關自己的事 或者是好玩的 可不可以這樣說 現在反而是需要 一群大人或訓練 去做多一點這個過程 將兩件事中間連繫 例如這個設計的部分 可以幫助 我相信是 我覺得我們很多 都是很專注於 你剛才說的效率 很快看到 突然之間 由這個分數 變成這個分數 就是效率很重要 但是我相信 我們現在說的那件事 就是一開始慢 但之後它會不同 實際上是這樣 因為的確是 作文也好 你的想像力和聯想 很重要 所以平鋪直准 原因是 剛才我提到的 心理因素 你每次都被電 其實就會產生 你的所謂心理抗拒 就將這些東西 分析 將你割裂 我不敢 因為全部都是負面的感覺 我給你一個人 我到了 負面的感覺 所以當有不同的玩具 尤其是玩具很重要 其實小朋友在組裝這些東西 他們是請故事 很自然的 他會解釋給你聽 小朋友是喜歡說話的 正常的 他什麼都亂說 所以說 我看到有隻鴨仔去游泳 然後過來調整 其實不需要合理 對 最怕他會想 不需要 原因是他不需要有理想 問題就是 如果Lego 作為一個媒介 好玩的地方 可以將一些想像性的東西 形象化 這是很重要 所以形象化了 其實我們的腦子正在訓練 將一些概念 文字 過程 人物 關係 盡量令它產生關係 不一定能活動 即是 即是職務不一定能組成 但是他的嘗試去組裝過程 也很重要 所以如果習慣了 這樣用腦子的話 自然當然是他的 寫文能力會好 就是這麼簡單 自主性剛才也很重要 以及你的面試說什麼都不同 你會發覺你在想什麼 即是我們MC訓練 他想的東西 因為他的聯想思維強 他會很快 說到不同的東西 會很快 因為他直接了 不需要繞 我覺得某程度上 也有多一些 因為他在做這件事的時間 因為我們過往都試過 有一些部分 你肯說我就會順利 譬如我覺得 這條橋裡面 沒有 我中間裡面 其實是擺多一件事 總之聯想到你解得明白 有時候有些小朋友 如果他是比較跳脫一點 或者是創意 都會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在那些位置裡面 反而我們都會鼓勵他 你能夠說出來 即是我們的階段 就是讓你去做 不需要合理 對 但因為看到 而且越來越順和 他會覺得 他有一些東西可以做 其實我想小時候 小朋友再小一點的時間 他就需要學習 即是叫什麼 那些叫做 亂想事情 即是當時 余德純說的 三歲的小朋友 他要亂想 做Superman 你不可以說 臭小朋友 你的理想做Superman 找不到吃的 你要做一些基金螺 但你這樣 背著他這個理想 他以後就不敢勁逼 有時候 可能他有時候 做小孩的部分裡面 我想在這些部分 一些很小很小的過程 雖然一些 可能有些 基本大的事情要做 但你譬如那些 這麼小的事情 原來他肯做 就勉強他做 讓他慢慢再走 我想每一部分 仔的自信 我叫做妄想 特別是好的小孩 都可以想多些事情 這個世界 他可能會做一些新的事情 例如iPhone 沒有人想過 因為電話 變成了可以變成電腦 你要亂想 試了才行 是啊 所以為什麼 Patrick的概念 好像個人拿一個 對 對 很棒 我一向小時候有玩 小時候有選擇 對 但是我想這個 實際上跟你有心理學的背景 我想你想跟別人做 這些訓練的時間裡面 會不會更加可以灌輸多一點 你明知道某些程度 可能都可以幫到他們 會再比我們之前學的 可以再多一點範疇的事情 我覺得成事就是這樣 而且我覺得我們的著眼點 不是在於很快很快的 而我們著重的是 希望那個小孩的內裡發展 即是Cognitive ability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第一 第二就是 現在我們會跟不同的社工 和Counselors 一起合作 因為他們本身的技術 所以就會出到那份關懷 其實我給你一堆專利 你可以很悶 坦白說可以很悶 特別是偷聽的父母 你看到其實每天都 小朋友都對著個瓶 其實很悶 但原來可以有不同的協助 來幫助 原來將他平時很喜歡玩的 變成有意義 然後我覺得這個就是 那個未滿之處 開心的地下 當然很開心 還有我想玩得LIGO 首先最基本最基本 是自己開心 開心是整件事最基本的事情 你看到他也開心 我沒有想不仔細 挺好玩的 而且我覺得這是一個 爸爸和小朋友很聯繫的事情 是的 我們 再組一個橋樑出來 就是這樣 再組一個橋樑 我是高興 我是看到一些 我喜歡形象化一點 所以可以用來組一個 鍵出來 但今天真的很開心 Patrick 今天帶了一些LIGO 上來 令到我們FORUM的 一些節目部分有些POP 之餘 而且也說了 小孩子的訓練 就算是訓練部分 再不是 只是學校率 其實我很想知道 香港幼稚園什麼時候 肯讓小孩子還回來 是的 而且就算不要說LIGO 只要放任他 只要還都很開心 尊重 這個可能 你幫助手多一點 我教壞 你幫助手多一點 無論如何都好 真的很感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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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